No,10梅西把梅西列入这个榜单,多少有点牵强,梅西是幸运的,如果当时不是巴萨为梅西治病,现在的梅西天知道他会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在巴萨,他也拿到了数不胜数的团队荣誉和个人荣誉,甚至把他推到世界第一人的高度,他真的是个悲情英雄,没有他,现在的阿根廷什么都不是,甚至为世界杯出现都要帮命,而有了他,让人感觉到的是那些深深的遗憾和伤痛,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就登顶,从2014年开始,连续三届大赛,三届亚军,而梅西球迷只能是唏嘘,对于梅西,也同时为你关闭了一扇窗,No.9戴斯勒还记得98年世界杯和00欧洲杯,那两只老太龙中的德国队吗,他们被一些二流球队爆得体无完肤,甚至是德国足球纸上最黑暗的时刻,就在那个时刻,拜斯勒的出现让德国看到了些许曙光,拜斯勒入选德国队, 他的未来还在后边,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以为只有他会把德国重新带入辉煌,然后伤病和心理问题彻底毁了他,让这位德国天才的职业生涯难以辉煌,27岁就退役的他,上整个德国足球界都为之动容, No.8里克尔梅世界足球范围内最后的古典前妖大师,短大的巴萨生涯是他今生效力的唯一欧陆豪门,但他的性格和教练的要求,让他显得和当时的巴萨体系格格不入,他只能出走,除了祖国豪门博卡外,有他的阿根廷批的行李流水,天知道那届的剧本会怎么写,没有获得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荣誉,上天除了给他一身技能外, 却在命运上折磨了他一番,No.7内德维德其达内从尤文出走之后,伯纳乌的球迷开始欣喜,但老妇人的球迷却没有难过,内德维德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之处,他获得过金球奖,他却不能出场,对于像他这种铁汉,又怎能用一个遗憾了得,也总是与桂冠擦肩而过,而他的铁人精神一直要引领着尤文和杰克,但同时也一直让人的眼睛朦胧着,No.6老耳天生的贵族气质,再配一金桶, 博纳乌王子,只坏王之殊荣让他身上的关怀如此的耀眼,他取得俱乐不容易数不胜数,但和有着和梅西一样的硬伤,有着和巴乔一样的命运,那只有是在国家队,一道正赛,尤其是在00年欧洲杯的时候,那落寞的神情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巴乔,值得深思的是,No.8拉克巴拉克是在德国足球陷入低谷时,复兴的标志性人物,他没经历过三驾马车时的辉煌,也没有参与14年, 德国的荣耀,并不是他生不逢时,而是命运也一直给他开着玩笑,大家多少也还会有印象,但至于他最巅峰的时刻,却不能参加世界杯决赛,这种玩笑似乎上天对他开得大了一点,他只有默默忍受,开启下一个旅程, 于是我们只能感叹,在话弄人,那四巴蒂斯图塔战神,巴蒂G.L.L.也是他异于世人的标志,忠诚也是他的标签之一,但也差一点让他终身遗憾,那一年,佛罗伦萨降入以及,他选择跟随这一点内德维德也比较相似,之后,靠他一己之力,子百合在异甲多年处于中上游,老妇人,甚至拉奇奥都过于强大, 他也只能苦苦等待,为了心中那最后的梦想,他只能选择出走,上天卷顾了他一回,后来到韩日世界杯,那个他率领的夺标大热门阿根廷伴随着他的眼泪中慢慢凋谢,巴斯腾的职业生活会怎样,你猜呢,至少还会夺得N次欧冠,至少还会夺得一次大赛冠,至少还会夺得N次金球奖,米兰王朝才会再延续几年,所有的假设可能都会变成现实, 二十八岁,一个正处于最黄金的年龄,退役了,三十四岁时的习达内平一己之力,还差点夺世界杯,你可能更会为巴斯腾惋惜,欧洲杯,得过金球奖,本该却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,但上天却用生病的模式让其暴宜一生,尽管他在二十八岁之前获得荣誉无数,那艾斯科巴如果没有九十四世界杯之后的枪杀事件,可能真没有多少人认识艾斯科巴,但地下有知的艾斯科巴 他绝不享用这种方式出名,他们曾在预选赛后无比零血洗阿根廷,之后变成了贝利口中的第一大热门,正因如此,在哥伦比亚全国,不能容忍球队在美国有任何一点疏忽,艾斯科巴的乌龙球,像当时二十四近十六的大概率出现变成了小组淘汰,他变成为了牺牲品,他的悲情或许仅仅是因为赛前人们过高的, 估计了哥伦比亚,那一八桥八桥忧郁的眼睛可以把亚德里亚歪的海水沾拦,他神入化的球技可以折服在挑剔的球迷和教练,他一生的优雅和灵气让人对他顶礼膜拜,但一切都因为那个点球和那个背影,让人对他除了有一生的爱恋爱,还会有 好